日前 有一個來自廣東的內地女孩 在社交平台發文說 在香港旅遊購物 竟然遭到歧視 她說她和朋友 去到旺角球鞋街一間運動店 當時她的朋友 在店裡 試了一件價值七百多元的封衣 但因為價錢超出預算 所以就拿了另一件來看 想不到店員就說 這個更貴 要一千多元的 樓主說 她和朋友試了幾件衣服之後 都覺得不太合 那個店員竟然開始黑臉 訂衣 樓主就和朋友說 態度不好不如走了 但店員之後竟然衝出來 向著他們鬧 是不是來玩東西 試了這麼多都不買 更加說 他們要好好檢討一下自己 樓主很憤怒 而她本人已經回到內地 但也有就事件 向香港女法局 和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現在正是等待投訴的結果 我們記者 向懷疑的攝氏店舖 用電話去查詢有關事件 但當我們表明身份的時候 對方立即說 不用了麻煩 就收到線 在這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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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